我们有些学员呢 这个夫妻俩身体都好 但就没有中医生来投胎了 那也怀不成孕 所以说这个中医生呢 他是在人投胎之前 换句话说 是没有进入六道之前 中间那个过程 这期生命结束了 下期生命中间没有 有那么49天的时间 所以说地藏菩萨在这里讲 就说你临终之前 你没有造福 这49天时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是显教经典 对49天 这个中医生的这种变化 和救度方法 讲的不是很细 只是要做福 那这个我在中医法上 修了很长时间 我们学院 我也出版了 中有那个威系地 大家如果对49天啊 中医生的这个感兴趣 可以看过那个中有威系地啊 中有教授 教授听闻解脱密法 那你把这个 每一期中医生是什么样子 中医生能够看到什么 哪些是佛光 哪些是六道之光啊 怎么能够在当下成佛 当下 投身的技巧啊 都给讲的很清楚 讲的很清楚 威系地功德也比较大 那威系地还给翻译成藏文的 当地也刻了一个这样的威系地 当时那些活佛的说 这威系地功德特别大 你想看那个威系地 你得供养一头牛 或者放生一头牛的功德 才给你这个威系地看啊 但是那个威系地就比较大 所以说高老师在这个 在超度超拔上 高老师可以说做了很大的功德 我们做了很大的功德 所以说许愿的这个超度招拔 对待中医生的方法 之所以这么厉害啊 其实跟我前几段 那一二十年啊 在中医生的这个 中有威系地这块啊 做过了很多的福报 这个福报啊 积累啊 谁受益啊 那我们学院的学院受益啊 一定要超多超法的 这个功德啊 都有这样的共同的力量 从而准提法在这方面呢 也有这个非常殊胜的方法 他光宁观宁真言 更为殊胜啊 包括那个勾招中医生 我们有很多方法啊 也很善巧的方法 刚才我讲的 夫妻俩身体都挺好 对 没有中医生来会投胎的 那我们还用准提皱 和用一种这个滑鼠皮的方法啊 来结合在一起 就能勾招到中医生 中医生一闻这个味道 他就喜欢 有原咒声啊 就来投胎了 好多这个准提宝宝啊 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勾招来的 准提法非常殊胜啊 真是在为众生着想啊 你看 连那个 那个 生小孩的事啊 就扑着想着都这么周到啊 好准提到 好准提到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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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想识 我 有一群 还 像